法新社柏林5月9日报道 法国总统马克龙当天表示 乌克兰加入欧盟可能还需要数十年 建议其等待加入一个新的实体 欧洲政治共同体 报道说 在法的领导人会晤时 德国总理舒尔斯认为 这一想法十分值得关注 然而 对那些已经宣布或有可能 提出加入欧盟的候选者来说 该提法可能会让他们感到担忧和失落 报道援引马克龙的话说 这个欧洲政治共同体 可能会提供另一种形式的合作 乌克兰和波黑在加入欧盟的道路上 都没什么进展 可能要等待十分漫长的加入程序 马克龙说可能要数十年 报道最后说 马克龙还表示 2020年脱离欧盟的英国 完全可以在欧洲政治共同体中 拥有一席之地 他还提到了 那些一直在加入欧盟上 遇到问题的国家 这显然指的是土耳其 另据塔斯社基辅5月9日报道 乌克兰总统 自联斯基当天说 乌克兰已向欧盟递交填写完成的 加入欧盟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 以获得入盟候选资格 自联斯基在电报社交平台上 发布的视频讲话中说 今天我们在通往欧盟的道路上 又迈出一步 这是非常重要且实际的一步 乌克兰递交了调查问卷的第二部分 报道提到 4月8日 欧盟委员会主席 封德莱恩将调查表交给自联斯基 五方停写完毕后 欧盟委员会可建议 欧盟理事会开始讨论 启动侮辱盟谈判的问题 4月18日 自联斯基向欧盟递交了调查问卷的第一部分